Hello 大家好 我是DC Fever 記者 林林 雖然iPhone 8 Plus 被人說是iPhone X的錄頁 但功能都不允許 就讓我今天跟大家開箱實測一下 外形上iPhone 8 Plus 沒甚麼驚喜 跟之前的6 Plus 幾乎一樣 小女子千千玉手 就不可以單手開機 不過新的玻璃機背其實都挺優雅 只不過腦毛病依然存在 容易印上手指毛 而且一不小心跌機就真的是這樣 其實都是用Case最穩妥 不過就浪費了這麼漂亮的設計 另外因為換了機背 重量都有202g 如果加上Case來用都挺罪手的 未必人人接受到 不過女生最關心的 我想都是相機功能 今代完整了人像模式的iPhone 8 Plus 是多了不同的場景模式 但出來的效果就… 見仁見智啦 我覺得自然光和輪廓光都可以接受的 讓我出去試一下它的拍片功能 我們手機編輯Tony 之前就試過它的4K拍片 讓我又試一下它的Slow Motion 再試一下它的內置Time Lapse 效果都好像挺不錯的 我手持了3分鐘拍 但鏡頭都非常穩定 清潔工人辛苦了 但要轉不同的拍攝設定 就不能在相機裏面交 要出去設定畫面才可以再交 比較麻煩